昨天也是侯友宜跟韩国瑜首度在提名后同框的日子了 但是两人桌面下的交手也引发了联想 包括这个椅子政治学 主办单位安排了两个人坐在隔壁 但是呢 韩国瑜一到场坐下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画面 他先把椅子拉到赵少康旁边 瞬间呢 就跟侯友宜的中间隔出了一道鸿沟 后来韩国瑜上台致辞的时候 侯友宜就悄悄的把韩国瑜的椅子拉回来了 而且还把自己往韩国瑜的方向挪动了一点 侯友宜这个移动椅子的动作呢 被网友笑称侯友宜 移动的移 而在现场的国民党议员就换家了 说两个人之前其实不常见面 同常碰面 现在尴尬难眠 终于等到与韩国瑜同框 侯友宜就扎实一握 没能把韩国瑜的心前走 十二点四十八分 晚到的韩国瑜刚坐定位 就顺势把椅子往赵绍康靠去 四十九分这一桥两人间直接拉出 还能再坐一个人的距离 不过就在韩国瑜上台致辞时 椅子突然大力飘移 原来是侯友宜见招拆招 瞧瞧出手再把自己靠过去 没想到这时杀出颁奖桥段 系隆界默默参战 韩国瑜逮到机会连拉两把 拉出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超过半小时时间 吼韩两人就在小小的桌子底下 瞧啊瞧啊瞧 直到宴席尾声下午一点二十分 两人有了独处机会 韩国瑜首次把椅子拉进 侯友宜两人忽近忽远 被解读是否应上回二零二零大选 侯友宜刻意保持距离有关 仍在现场的台北西医员 秦桧珠也看在眼里 昨天的场合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 刻意的努力的去营造的团结大会 当然我觉得还是有点生疏尴尬 因为这几个人大概是从来 没有凑在一起过 侯友宜他已经非常的这个习惯 要去拜托大家 精心安排的团结大戏 今晚就各自归位 韩国瑜最后一个move 再度拉开神秘距离 说明一切 华视新闻战权的未成台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